我们再前进到台中这家五星级饭店推出来的东南亚料理 主持为了让台湾的顾客吃的和口味 加入了一些独门的小配布 四道东南亚的料理充满浓浓的异国风情 也让老饕们吃的新奇又满意 把特选上等的鹿野鸡放进锅中焖煮20分钟 再放入冰镇后的特调高汤里 让鸡肉瞬间收缩保留香甜 海南鸡的话就是一个字就是鲜跟甜 肉质相当的嫩 然后吃起来感觉也是很新鲜 还有这黄金烤沙爹 在烤炉上仔细烘烤 正正咖喱鸡肉香扑鼻而来 想要好吃最关键的 上头得出现所谓的黄金线条 除了我们的腌料以外 最重要是在煎烤的时候 烤的时候要烤到它完全上色 如果渴了可以来一碗肉骨茶 每块排骨肉质滑嫩 搭配骨法熬煮的肉骨汤 甘甜的口感让人失职大动 肉骨茶它的味道很浓郁 但是没有像一般喝起来药材味那么重 所以还蛮顺口的 把软壳馅放进油锅 整个身体都烹了起来 在十种香辣配方料理下 光是看味蕾都忍不住麻麻的 就怕民众不敢吃辣 配方里还加了番茄酱 让人想要一口接一口 材料新鲜 然后吃起来又不会辣 探探吃它就很够味 这套东南亚餐 从食材配方到制作 大厨把一国料理的口感 加入巧思变化 希望老头们能感受到 浓浓的东南亚风情 在这边